立法院 藍白到底合不合 就是民眾黨要不要支持 國民黨的院長 副院長 候選人 韓國瑜去了 因為韓國昌原來一直罵韓國瑜 韓國瑜就問說要不要抱一下 所以呢 而且還說 我們兩個是跟民眾黨 同班同學都今年剛當選了 民眾黨不是當選八個嗎 我們兩個加起來不是十個嗎 同班同學 又甜蜜又刺激 韓國瑜講話 很會搞笑 那所以呢 這個他們閉門會議 有共識了 他們共識 我們等等聽聽江啟臣委員怎麼講 韓國瑜說 因為很多人說 特別民眾黨之前說 不要把我們小黨當空氣 韓國瑜說是當氧氣 不是當空氣 氧氣 經歷 經歷大發 韓國瑜說一定會照顧小黨 會尊重少數 黃國昌笑的是真的笑還是 緊聽溝通 團結再出發 那另外本來說要辯論 黃國昌以前嗆韓國瑜丟臉 要把韓國瑜掃當乾淨 現在也笑了 看到沒有 露出笑臉 不 伸手不打笑臉 那韓國瑜這樣去拜訪你們 對不對 找一大早黃國昌 黃珊珊 還有那個陳昭志在樓下等 因為他們在三樓 黨團辦公室 也是禮貌 就是大家 其實有很多人罵了 說民眾黨姿態高 我也覺得還好 他有八個立委 韓國瑜跟江濟成第一天去看誰 高金素媒 他只有一個都要去看他 人家八個在黨團 去黨團拜訪一下 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我們選舉人每個票都要 哪個票不要呢 真的都要去的 那而且他你就知道 這雜雜石的八票 那怎麼會 怎麼會不要 當然要那個游錫昆不是也說嗎 上午如果提名 他笑我也要去 候選人都知道要拉票 柯建平說 國民黨如果再被騙 就是白白白擦白癡了 他認為國民黨被騙 奇怪了 民眾覺得他被騙了 國民黨覺得他被騙 彼此都覺得被騙 韓國瑜 那個黃國昌說 絕對沒有對韓國瑜 這個江濟成失色刑堂 絕對沒有密室交換 那柯文哲也說 如果今天還要公開 就是過場而已 就根本談不了什麼 實質的東西等等 所以媒體說 他是搞密室會議 不敢公開 那現在就是外界也在看 民眾黨的政治智慧到底怎樣 今天真的是誠意十足 你有沒有覺得既甜蜜 又輕鬆 是真的 就如同他的形容 我覺得他形容蠻貼切的 因為國昌委員 我想我過去也跟他同事過 我好像很少看到他像今天笑得 這麼燦爛 王會委員因為跟他同事 在同黨的話 應該待會可以補充一下 但我覺得整體的氣氛 實際上是相當融洽 也老朋友新朋友 因為有一些我們以前都認識 當然也有一些今天才見到的 所以真的是一個情感交流 意見交換 沒有什麼利益好交換 國民黨現在還有什麼好交換 那關於說什麼密室 其實雙方見面怎麼樣 今天這個本來就談好 大家同意合意 那就先大家拍個照 然後進去台灣 台灣再出來跟大家受訪 這本來就談好了 也沒有什麼好吵的 所以昨天有很多新聞 在那邊講這密室不密室 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坦蕩蕩也不用擔心那些 我們就是誠意十足 然後我們要選的 我們是候選人 我們去拜票很正常 那這個溝通完之後 到底人家要不要把這票給我們 這我們是尊重人家 不過今天 氣氛怎樣 氣氛很好 然後裡面他們也真的把他們過去丟出來 這個四大改革的項目 也再跟我們表達一次 那我們當然回應 我們其實我們之前就支持改革 只要對國會透明 對國會的監督有利的事情 我們有機會擔任政府院長 我們一定全力來推動 這個大家不用擔心 倒是我我也又提出 更多其他改革項目 希望跟民眾黨未來持續來合作 不是只有這四項而已 包括藐視國會罪啦 包括這個全民的國會啦 甚至是在在透明化的部分 能夠做得更多的這些 甚至我也提到說 那各位同意權 如果你們有議員 我們將來可以來推啊 雖然要涉及修憲 但是這個議題可以拿出來談啊 所以這些其實大家談得非常的愉快 那也因此在這樣子的氣氛底下出來受訪 不會有人說是什麼進去失色刑堂 哪有刑堂出來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嘛 所以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進到一個客人 他是主人客水主便 他們的安排 我們就接受 那我們就去 那甚至以前 我記得王后委員有說 之前尤其過去拜訪 也是先閉門 再出來受訪 是一樣的嘛 所以人家本來就是這樣子 在招呼客人 那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態度 如果民進黨願意我們去拜訪 我們也會希望去拜訪 就每一票都很重要嘛 對 韓國瑜跟江貴城都有被虐待狂 所以進入刑堂出來很高興這樣 還有報告 既甜蜜又刺激